情是分辨之处 望是起心动念 我们现在说的东西要想一想 要写个东西想 他没有啊 他就这么就出来了 说了很多 你再问他说什么不知道啊 这个东西有没有迹象 有 什么方便 就是六根接触六层境界里头 记住 念什么 念如如不动 念不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 你就会有分别 会有支柱 那善我的念头起来了 就造业了 善业敢散善道 我业敢散我道 这就错了了 对世间人 不知道 脱离六道轮回的人 算是不错了 为什么呢 叫他不堕三我道 帮助他修仁天佛报 他来生的仁天佛报 不堕三我道 但是对舍佛的人来讲 错了 全错了 佛法的时候 最低限度 是能帮助我们 特利物的轮回 往生极乐世界 这是真的 永远离苦的罗 再也不告六道轮回了 再到六道轮回了 菩萨身份 菩萨一应化身 到这个世界来救苦救难 那不是他的造业 他是来实现的 是来度化众生的 所以实施 观达为悔 观 观察 达是通达 没有障碍 这是悔 观里面 没有七线东念 七线东念不叫观 说佛法修行 有直有观 直就是放下 观就是通达 明了 没有通过思维的 看得很清楚 很明白 就是没有七线东念 没有分别执着 这叫观 有分别执着 这叫执 秦执 这个严重 这个造六道轮回叶 有分别 没有执着 还算不错 是化解的 尤其行动念 没有分别执着 超越六道了 分别执着 不是好死 一定要知道 总结呢 是那 民自奔献 见自奔献 这就是 明心见献 这次叫会 这是真实会 什么叫真实 大臣一章 第二卷说 发掘情望 为真实 刚才我说过 情 是分别执着 望 是七线东念 没有 没有其心动念 没有分别执着 这真实 跟佛菩萨一样 佛菩萨 硬化在世间 没有其心动念 没有分别执着 那 释迦摩尼佛 早年前 印化在印度 三千年前 她的 她的 教化众生 拔向成道 事先拔向成道 教化众生 没有其心 没有其心 没有动念 没有分别 没有支柱 真实 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全有 其心动念 分别 这些全有 全有 就是造业 善业 敢善 善道 卧业 敢善我道 来神大大去了 留到轮回去了 佛菩萨 硬化在世间 不造业 讲经受法 四十九年 有没有 有啊 我们看到 历史上记载 留下这么多的 坚断 怎么说没有的 可是佛说 他没有事情 他一句话 也没说过 有人要说 他说法 叫傍负 这说什么 什么意思 他没有其心 没有动念 没有分别 没有支柱 他说什么 没说 没说 怎么说那么多 自行流露 自自然然流出来 这么多的音语 没有通过 他的思想 我们现在稍等 要想一下 要写个东西想 他没有啊 他就这么就出来了 说了很多 你再问他说什么 不知道 这个东西 有没有迹象 有 你要是很细先去观察 很迹 我们能够从痕迹上 我们能够从痕迹上体会 然后什么 对这种事情 肯定 不怀疑 讲经说法的 这些法司 特别是老法司 他经验丰富 他上台讲经 讲得很妙 是不是他说的 不是 你把他记下来 等他下台的时候 问他 他会问的 这是我讲的吗 不错啊 是我讲的吗 他好坏意 是跟你讲 我怎么会说出 这个话来 从这个痕迹上 我们就知道 自行流露 是真的 不是假的 最明显的 地先老和尚 要地先老和尚 讲经 当年就为大居士 写笔记 江伟龙居士 他们这些大居士 给他写笔记 写笔记 以后整理出来 就作为讲记 所以每一堂 过下来 他们记得东西 都要给老和尚看 老和尚看之后 常问他 这话是我讲的 是没错 好啊 我怎么会讲得出来呢 在讲的时候说 没有用分别 没有用止住 其心都念有 分别执着没有 自信流露 到我们自己有时候 也有种现象 没人给你记 但是现在有机器 有录音机给你记 你再回来听听 也很有味道 我讲得不错了 所以我们要相信 无私自动 要相信 读书前面 其以自见 他自己明白了 自己明白 自己说出来 别人记下来 拿给他看 他自己不知道 所以这是真的 这不是假的 所以 法 倔情望 为真实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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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后 阿尼陀佛 阿尼陀佛